把安正中的鱼都下这儿啊 把河南的鱼都下这儿 都下英国啊 都下英国 我不怕鱼啊 我不怕鱼也不怕鱼 安家有用的水艇 安家有九生鱼 来吧都下这儿啊 白鸽能打了 老天爷挺严明 不要再跟河南下鱼了 不要安正中下鱼了 哎呀赶紧下啊 下来多点 把老家的鱼都弄过来啊 都弄过来 都弄过来 于是 这名嫁给英国老公 生了两个混血儿 拥有了英国国籍的河南女人 以及她穿的耐克和不经意见 晒出的奥迪车都火了 她被中国和英国两边的网友 同时骂了个狗血淋头 最后 她不得不痛哭流涕地公开道歉了 不然被遣返河南 这戏就彻底演砸了 尊敬的网友 尊敬的家人们 大家好 我发这个视频 是想向大家郑重澄清一下 我发下雨的视频 没有任何想伤害英国的意思 我当时是情急之下 担心国内的家人和老乡 所以才说出一些话 如果这些话 让大家感到不适 或者伤害了谁 我向大家道歉 而且我已经把视频删除了 请大家相信我 我已经从一二十多年 是一个心理善良的人 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 也不会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我女儿是英国人 我老公是英国人 我婆婆家都是英国人 我爱中国 但是我也爱英国 因为它是我的第二互相 我以后不管做事 说话 都要经过大脑 我要做一个有正能量的主播 绝对不会再说一些 伤害别人的话 因为我这人 从一二十多年 活了四十多年 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 我要是因为发了这个视频 让大家感到伤害到你们了 我向你们道歉